新闻来源 泰媒体 市值2.94万亿美金的全球科技巨头微软 似乎已寻找到一个全新且能够建立AI算力基础设施的市场 泰媒体APP5月2日消息 微软董事长兼CEO萨迪亚 纳德拉·萨蒂安德拉宣布 微软未来四年将向马来西亚投资22亿美元 建设云计算和AI算力基础设施数据中心 并为20万人提供AI技能培训 这是微软在马来西亚最大的一笔投资 在此之前 微软的东南亚数据中心基本都建立在新加坡 而一天之前 纳德拉还宣布 微软将在泰国投资建立新的地区数据中心 但没有透露投资额 同时 微软未来还将向印度尼西亚投资17亿美元 扩建数据中心 据泰媒体APP统计 包括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在内 微软此次向东南亚共投资超过39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282.37亿元 如果加上早前日本的29亿美元投资 微软这一轮整体投资总额要超过68亿美元 微软向东南亚撒币280亿投资构建 AI算力网络当地时间5月1日 纳德拉在曼谷的微软Microsoft Build AI Day上宣布 微软做出重大承诺 将在泰国建设新的云计算和AI基础设施 为超过10万人提供AI技能机会 并支持该国不断增长的开发社区 微软称 这份投资承诺将建立在公司与泰国政府签署的量解备忘录 Mao的基础上 双方共同构想国家数字优先AI驱动的未来 泰国总理斯雷塔 塔维辛 斯拉斯·斯维森在现场表示 我们的2030年点燃泰国愿景 旨在实现发展该国作为区域数字经济中心的地位的目标 从而选择增强我们的创新和研发能力 同时加强我们的技术劳动力 今天 泰国与微软的合作 是我们点燃泰国愿景之旅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一愿景为所有泰国人带来了增长 创新和繁荣的新机会 纳德拉表示 泰国拥有打造数字优先 AI驱动的未来的绝佳机会 这些投资将有助于推动泰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影响和增长 更早一天 纳德拉还宣布 微软将在未来四年内投资22亿美元 以支持马来西亚的数字化转型 包括建设云和AI基础设施 为20万人创造AI技能机会 建立马来西亚国家 AI卓越中心等 这是微软在该国32年历史上最大的单笔投资 这一连串消息引发市场关注 CNBC指出 作为全球最大科技巨头 微软一直在扩大其在东南亚的足迹 加大力度进军东南亚 这对于行业有一些趋势性作用 那么 微软为何加大投资布局东南亚 泰媒体 ATI书里认为 主要有三点 一 人才搭建 微软宣布到2025年 为东南亚国家联盟 ACN成员国的250万人提供AI技能机会 包括泰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而东南亚拥有低廉的人力成本 如果能够寻找到AI顶尖人才 这对于微软有长期促进作用 二 算力需求旺盛 微软在声明中称 数据中心区域将扩大微软超大规模云服务的可用性 当前 从全球看 AI大模型仍需要大量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持 而东南亚对于算力构建有需求 大部分政局较为稳定 且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是一个投资胜地 三 普遍认为 全球化似乎已逝去 而构建东南亚供应链体系 将成为微软重点发展之一 因此 微软可能希望大力投资东南亚 从而建立新生态 微软引述Carny研究数据显示 到2030年 AI将为东南亚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近1万亿美元 那么 微软将有望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纳德拉表示 微软未来将在东南亚建立一支具有包容性 做好AI技术的员工队伍 并缩小网络安全人才缺口 以及提高开发人员的AI技能 且赋予非盈利组织最大程度的社会影响力 更多人需要知道获得数字技能的重要性 这就是为什么到2025年 我们将让东南亚250万人掌握AI技能的原因 纳德拉称 中美AI竞争下 微软选择隔离中国 AI然而 相对于微软在东南亚的频频撒币 其对于中国的态度耐人寻味 近期 微软在官网发布多篇研究报告 直指中国利用AI技术 对其他地区打信息战行动等 体现美国遭遇信息风险危机 早前 微软在另一篇研究报告中 微软 OpenAI还希望阻止黑客使用ChatTPT等AI大模型 更早之前的去年6月 针对有消息称 微软公司旗下研究机构 微软亚洲研究院 MSRA的AI顶级科学家 从中国转移到温哥华 微软亚洲研究院向太媒体APP回应表示 微软将在加拿大温哥华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 确认将包含微软在中国的AI研究专家到新实验室当中 同时MSRA早前还否认其撤离中国 我们正在温哥华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 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在组织结构上保持一致 并旨在更好的与温哥华的工程团队接下 该实验室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微软研究院的人员组成 包括中国 MSRA在向太媒体APP展示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实际上随着中美在引领世界技术未来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加剧 微软内部 包括纳德拉和总裁布拉德 史密斯一直在讨论如何处理微软亚洲研究院情况 纽约时报的一篇内容中指出 微软面临一个棘手的平衡挑战 在此前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 史密斯向美国参议员回应称 中国只占微软销售额的1.5% 而上亿财年的总销售额为2120亿美元 因此1.5%的份额 加上新病AI搜索无法在中国落地 使得微软隔离中国AI的意味愈加明显 自1992年 在北京设立代表处至今 微软已在中国市场落地32年 2022年 微软中国30周年活动上 作为最早记录中国的外资企业之一 微软宣布将围绕人才吸纳 园区扩建 教育投入 以及本土生态四方面 进一步加大投入 而且在扩大招聘的基础上 微软还计划将在未来3到5年期间 对位于北京 上海及苏州的园区 进行升级扩建 不过在AI研究方面 微软对中国进行了强制隔离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中 微软公司不允许中国研究者提前使用 GPT 四测试板和核心技术 同时 公司也对该院在量子计算 面部识别与合成媒体方面的研究工作 进行了限制 但在温哥华的分布 研究者可以自由接触关键技术 包括从事尖端研究所需的计算能力 和OpenAI系统 此前一场线下交流当中 有微软员工向太媒体APP坦言 微软大中华区版的企业 Copilot版本 更希望覆盖哪些致力于全球化 出海的中国企业 而非与本土的阿里通义 百度文新等进行竞争 由于数据中心建立海外缘故 无法获得批准 历史的教训是 只有向世界学习的国家才能成功 史密斯在声明中表示 安全护栏和管制至关重要 但参与仍不可或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